拍幾張這個榮耀時刻的照片 其實剛才透過了這個畫面 包括了像陶姐 包括了像滾石唱片 飯總經理 還有包括像大佑哥 這個就是小玲姐 不同歷程當中非常重要 音樂印記的人物 剛才小玲姐看著這些影片 還有大家演唱她的經典單曲 都流了眼淚 對 非常感動的這一刻 而且特別從李壽全老師的手上 接過特別貢獻甲 我相信她更有多感受 屬於這一份講座的溫度 好 再踩到中間 準備把麥克風搖搖到小玲姐的手上 小玲姐恭喜恭喜 之前都有在我們節目當中講到說 現在可能要稱小玲老師的人 多過小玲姐 可是剛才那些畫面 真的就在我們回到 那時候買著你的卡帶 聽著你的音樂 剛才已經感激了好多好多人 其實此刻想問問看 你的心情 因為剛才是感謝 但是你也當過金曲的評審 你是從一個得獎的走上台的時候 這個心情 其實今天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 那我覺得 從第一屆我們就參與 一直到今天 我覺得 其實音樂就是這樣 它是需要很段不段的學習 不是說好像我今天寫了幾首歌 然後我就停在這裡 不是 我當前面我還是覺得說 每天都活在一個 很 就心情是很坦克的為什麼 因為覺得說 好像很多東西自己還不夠 因為音樂是在改變的 所以我想 今天看到這麼多表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背後 有多少的努力 然後也希望呈現最好的給大家 剛才小玉姐也講了非常感人 她說音樂其實就是一個生命的經歷 而且也是記錄著 我們每個人都曾經來過 來過這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有繼續的寫歌嗎 如果回到剛才我們的段總說的 她是本時的女兒 是音樂的精靈 我們好熟悉這樣子的一個風號 唱歌的 韻琳呢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再聽到呢 呃 其實就是 就是做到自己 真的心裡想要的那些東西 那我覺得 真的謝謝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可能是從心理開始吧 不可能 一出來就是一個成熟的人 對 那我剛好在那麼小的時候 遇到這些人 讓我 他們 在他們的手上 他們願意 放出很多的權力 讓我自由地創作 我覺得是 非常謝謝他們 所以 所以這也是讓我看到 我要變成加倍的人 我也希望去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對 讓他們進來這裡 對 並不是說 好像你竟然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緊張 不是 我希望更多的 你有創作力 你對這塊土地 你有很多的想法 那一起進來 是 所以我相信小林姊男人 金曲的評審 或是歌唱 比賽節目的評審 也是 一種不同的 唯一的方式 今天很搞笑 今天廖士賢說 他不是上海領獎 他就說 我是今天前五名的 那個 年紀比較大 我一想站起來 甩門就走了 哈哈 因為我心裡想說 我應該就是 第一大人 哈哈 沒錯 沒有啊 就很可愛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那個狀態 都是很放鬆的 對 對啊 所以我們要謝謝 小林姊為我們的華語歌 才帶來那麼多 出色的 你的創作 你的製作 而且還跨越到了 電影的部分 有很多的精彩的 電影的配樂跟歌詞 就是 我們就盡量 能夠去參與的參與 對 然後真的也謝謝大家 辛苦了 是 你為華語的音樂人 加油打氣 我們這些歌迷 買的那些卡丹人 就為歌手的黃雲雷 也加油打氣 我們希望能快遇到 新專輯 好嗎 再次恭喜小林姊 謝謝 謝謝 很願意的支持 我們現在 非常重量級的人物 謝謝 謝謝 謝謝